Hello大家好 今天视频呢就是一个为什么别人化妆很好看而你是一步一步学 但是始终会遇到很多问题比起化的不好看 这其中是有很多误区的 想知道如何避免这些误区的话就记着跟我往下看吧 现在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前两个月我偷试学爱的成果 废话不多说 直接切入正题 问题一 有些人用保湿款的妆前乳会出现搓移的现象 而有些人不会 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滋润款的妆前乳 一般质地都比较粘稠 假如你涂完妆前乳之后立刻马上的上底妆 那么脸上残留的这些妆前乳呢很容易跟粉底液结合在一起 就会出现搓移现象 而正确的方法呢就是用滋润款的妆前乳上完之后呢 一天呢 吸收几分钟 等至完全吸收干净 我们可以用手来摸一下脸蛋 摸一下就是完全清爽不会黏腻的话 就说明吸收OK了 我们再上底妆的话就绝对不会出现搓移的现象 问题二就是粉底液色号一定要选最白 我觉得假如你天生白也就算了 假如你像我一样 那就建议你不要轻举妄动 因为过白的色号呢 会导致即使你上了一层薄薄的粉底液 也会让你看起来妆感很厚很假面 所以呢 推荐一定要找最接近自己肤色的自然色号 那么这样看起来会很舒服 我们应该如何的挑选最适合自己的粉底液色号呢 我知道有部分人呢 他会在手上试色 也会在脖子上试色 还有人更厉害会目测 粉底液正确的适色范围呢 应该在脸颊和下额骨的交界处 这样的适色呢是最贴近肤色的 问题三呢就是定妆不够完整 像其他博主的话 你可能会看到在视频里很快的将散粉清扫一圈 但是你按照这种方法 你会发现 诶 我怎么还是脱妆很严重 那么就是你的定妆不够完整 首先专业的来说 散粉定妆和粉饼定妆 它们的定妆方式其实不同的 首先呢 散粉定妆应该从下巴开始 由下往上的开始定 是因为散粉的质地呢是华石粉 如果一开始在分量最多的时候定的是两颊的话 就会影响后面的修容 然而我们的下巴是非常非常容易出油的 所以定妆呢要从下巴开始 记住重点 不能在眼皮上进行散粉定妆 会影响眼影的上色 定妆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手来触碰一下 感觉面部没有粘腻感就OK啦 接下来呢就是粉饼定妆 因为质地的不同呢 我们就可以在粉量最多的时候 先定两颊 以控制两颊出油 之后呢再向其他部分进行定妆 还是一样确定定妆是否完成呢 可以用手来触碰 问题四就是修容 其实在修容上很多人会出现很多问题 像我们的面部结构不同 其实有些人的修容方式就应该有所不同 像我个人还好 颧骨不是很高 像我们正常修容的话 基本上就是从颧骨凹陷出来开始清扫 而颧骨高的妹子呢 却不能这样做 因为这样子按到你的颧骨凹陷出来 进行修容的话 这样只会凸显出你的颧骨更加的高 让颧骨更加明显 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应该 以我们正常的修容位置向上横扫 这样子呢就能减弱高颧骨的存在感 同时达到修容的作用 所以高颧骨的妹子们一定要注意了 当然面部修容呢还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 诶 它怎么一块好像就是浮在我脸上的感觉 就是很不自然 那是因为你的修容没有体积感 就是没有转过去 懂吗 就是转过去 只有让你的修容呢能完全的有一个体积感 你的修容才看起来会自然 正确的修容方法呢 就是先在颧骨凹陷处的地方上最重的修容色 记住一定要连接发际线 然后重点可以把修容刷子捏扁 然后再从下往上的进行映染 这样呢我们的修容才能画得好 而且看起来最自然 这一招呢就是我们老师教的秘诀 其次呢就是鼻影修容 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我 其实我个人的鼻子长得不是特别的标准 因为我是 我说了很多遍了 因为我的山根比较低 鼻梁比较高 所以这里看起来会有阴影 会显得脏方的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办法 就是长这样 其实对于鼻影修容的话 我知道有很多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妹子 他们修容呢 基本上是顺带眼窝 以及整个鼻梁的线条 都会进行修容 其实这样是不太介意的 因为像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化脏 而且整体呢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不自然 嗯这是俺的错误示范 特别是鼻子本身就比较长 而且脸型比较长的妹子来说呢 你如果把阴影从头打到底的话 这样只会显得你鼻子更加的长 嗯 接下来的 很长 然而正确的鼻影修容的范围呢 就应该在我们的眉头到眼头之间的这段距离 来进行阴影加深就OK了 记住一定要连接眼窝 其实在这段距离进行阴影加深的话 就足够让你的鼻子看起来更加立体 而且不容易显脏 问题五 为什么博主画的眼影会那么自然 那么好看 而我画的眼影会看起来那么死板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没有运染干净 眼影边界线太明显 运染呢真的是画眼影的一个灵魂 只要你掌握好的运染 基本上所有眼影都很OK 首先画眼影呢 一定要准备运染刷 就在我们画完眼影之后 你觉得死板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把小的运染刷 将我们的边界给运染模糊 假如你觉得它的范围还是很大 那么小妙招来了 我们可以用运染刷占取米白色 来给边界进行运染 这样呢可以减少我们眼影的范围 并且让眼妆看起来更加的干净 问题六 口红显色度不同 诶 这支我买的时候 明明看那个博主试色口红 是非常美 非常好看的 可是为什么在我嘴巴上 就是另外一种颜色 我不喜欢了 这是为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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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导致原因呢 有两个 第一个我们自身的唇色不同 第二个你买到假货了 很简单 我们用遮瑕或者粉底液来把我们自身的唇色遮盖掉 然后再上口红 这样口红的显色度就会震很多 好了 今天脸的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的话 别忘了为我点赞